好 新竹市的前市长林志坚 原本参选桃园市长 但是最后呢 因为论文抄袭坚持不认错 加上了总统蔡英文的力挺 使得一失五命的效应扩散北台湾 对于这个部分 前立委蔡振元说了 五党籍的台北市长候选黄珊珊 2016年曾被蔡英文提名选 台北市的港湖区立委 现在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 陈时中互相瓜分票员 这两个人都落选的话 最终还是因为蔡英文 黄珊珊拉走了相当部分 陈时中的选票 自己毫不意外 而这个是谁造成的呢 是谁造成的 就蔡英文造成的 为什么蔡英文造成的 因为黄珊珊在2016年 曾经在港湖区选立法委员 是谁提名的 就蔡英文提名的 你现在去找当时的文宣 蔡英文在台北市的每一个选区 都有某某某某某人 在这个内湖南港区 蔡英文所支持的人就是黄珊珊 所以黄珊珊是你蔡英文的人 你看黄珊珊也从来没有批评过蔡英文 即使柯文哲这么大力批评蔡英文 黄珊珊从来没有 所以表示什么 黄珊珊也是蔡英文的人 那你两个选票互相流通是很正常的 那最后结果呢 最后结果你蔡英文总该要抛弃一个吧 可是发现在抛弃很困难 搞不好被抛弃的是陈时中 这个才比较麻烦 所以我是觉得这场局是谁自己造成的 蔡英文自己造成的 林志坚你如果没有这样搞会出问题吗 这个陈时中你没有让他把这个疫苗 纯粹客观能够处理好 疫情能够处理好 就叫他去选举 你不害了他吗 再来你跟黄珊珊的关系那么密切 蔡英文自己跟黄珊珊那么麻烦 两个都是你的人马 选票当然会切割 切割就表示你们两个都没有当选的希望 那怪谁还不怪你蔡英文 所以陈时中 这个黄珊珊珊珊 都要怪蔡英文 好 继续还要来关心的 这是新北市长侯友宜 他身为国民党的最强诸侯 动向也是备受关注 他在9月1号完成了 新北市长的参选登记之后 在昨天首度接受了媒体专访提到 过去如果没有好好把握当下 绝对不会有今天 因为怎么有人想得到警察 有一天会当市长呢 好 面对记者询问他 未来是否愿意扛下2024年的重担 这一回侯友宜他没有回避 语气坚定的说 勇于承担责任 热于接受挑战 全力以赴 不计成败 还要来看到这个火爆的场面 发生在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议员林颖梦一上台质询 就质问柯文哲 如果你当总统 愿不愿意抗中保台 会不会跟中国大陆投降呢 好 虽然一开始柯文哲说 抗中保台是抗时中保台北 用玩笑的方式来化解尴尬 但是面对林颖梦的步步追问 还要求他签拒绝投降书 这个时候柯文哲直接动怒了 场面一度火爆 市长你是支持抗中保台 第一点 保台是最高目标 那有要抗中吗 就看这个对这个保台有没有用 所以这保台是top one priority 然后在保台的目标之下 采取各种策略 那策略有包含抗中吗 还是你要和谈 抗中应该是这样 这个你说抗中保台 抵抗时中保卫台北 所以你会抵抗中国 你会跟他和谈吗 我们现阶段是抵抗时中保卫台北 所以市长所以你会对中国抵抗吗 我想知道是这个 这个是这样 还是你要和谈 在维持台湾的主理性优越性 这个前提之下 不管是中国菲律宾美国谁来都一样 我们还是要保台 抗中保台要玩真的 以我当台北市长 我们那个湾南演习这样可以吗 我们对战争有准备吗 那你有准备民房系统吗 这个就是我们台北市的职权 其实我跟你讲 我是最认真在准备的 那你有去民房系统的餐会吗 我跟你讲 他们有做实弹的射击演练吗 不是啊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 我常说你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 我就是问你 民房系统是你市长在管的啊 那他们有做这些训练吗 在你任内有吗 还是都是在餐具都在吃喝 我开始训练军队当军阀是不是 军阀 你在说曹青城 董事长吗 我跟你讲小朋友 不要问他很无聊的题目好不好 我现在就是在问我们台北市的民房系统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跟市长讲一下喔 国家有民房的动员的那个计划吗 来 我跟市长讲一下喔 我不想跟你谈这个 今天这个陈南天主席跟我们的基督教掌绕教会 他希望喔 每个候选人的都要来签署这个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我现在就上前跟你签署 我可以跟你讲 我根本不想敌你啊 不行这个是陈南天主席 你没有资格上来下去 我没有资格上来 这是我的区域 所以市长你不签署是不是 我不想理你 这个不是我发指的 市政再来 市政再来 市长你不愿意签署 好的谢谢你喔 谢谢市长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了 市长不愿意签署 绝不投降的承诺书 好啊 刚刚这个场景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一度是蛮尴尬也是蛮火爆的 不过这个画面呢 PTT的乡民看了之后直呼 台北市议会怎么都在问国防议题呀 也有这个网友直接开酸了 林颖梦是选不上 所以开始狂走偏门吗 贪污诈领助理费被起诉的 当然会被瞧不起咯 另外来看到的是 说到了选战的部分 国民党的台北市长参选讲 万安他的选情始终没有办法拉开 泛兰的基本盘未归对 就是主要原因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上周六 邀咽了蓝银耀角还有名嘴级的台北市议员 当场给了蒋万安一些意见 好表示说 蒋万安的决策圈太小了 切割深蓝失策 又缺乏论述主轴 因此建议他不能够像贵公子一样 不够接地气 针对这个部分呢 蒋万安也是当场承诺 他会再做一些改变 同时也很感谢王金平的协助 接下来呢 说到这个台北市长选战 我们继续再来看到 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 陈时中 近期走的是所谓的网红路线 他想要来拉年轻选票 但是最后上演公厕偷窥的戏码 因此被炮轰说 幕后的团队根本就很失能 网宣团队现在也被台北市议员 徐晓星曝光了 结果赫然发现 这个焦糖哥哥就在团队当中 因此徐晓星他合理怀疑 他说啊 这个陈时中的网路人设就是焦糖 他同时也反问焦糖的是 你把这个陈时中指挥官的人设 变成了小丑 对于陈时中来说 真的会加分吗 我们带你一块听听看 真的好尴尬 那陈时中人都到了球场 原本安排好要跟台湾飞人 陈信安打篮球 结果碍于行政中立紧急喊他 我们昨日在场 但同队 那没有办法去打球 那一方面当然很遗憾 那一方面也藏着 北市府事后解释 其实是保全误解行政中立的规定 而陈时中最近凭走网红路线 找来陈信安 还有桌球女将正一进合体 也去同志酒吧拍舔耳照 海角四叉猫拍政策宣传片 要拉年轻票 不料行诉出公策偷窥中 网宣团队被起底 徐巧新秀出城中的 靖总人士 经见网路社群部出现 焦糖哥哥陈嘉行的名字 真的坐实空占操盘手吗 谁是操盘手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不是一个主导的人物 那团队里面 当然是进进出出 没否认焦糖是靖总的议员 更让徐巧新合理怀疑 焦糖就是陈时中的网路人设 在网路上面 他的人设 却突然的大变 包括他的整个说法 好像小学生在写周记一样 指挥官的这个风格 完全改成像是小丑一样 那这样子对陈时中 真的有加分吗 而且偷窥中上架后 陈时中的网路声量爆表 逼近十万笔 把蒋万安和黄珊珊 踩在脚底 但好感度GG了 蒋万安达到0.54 黄珊珊0.49 反观成人中只有0.4 是三角都当中好感度最低 他容易陷入同温层的效应 也就是说他容易在 比如说焦糖的同温层里面 这个影片他们可能觉得很开心 然后看得很有趣 但是这个影片被放到公众事务之外的话 大家会觉得这个影片 是不是觉得哪里怪怪的 数据上对于他的喜好程度 有逐渐下降的这个趋势 操牌网路却找来争议性极高的焦糖 是神一般的团队 还是鬼一般的阵容 也许从仇恨值就能得到解答 藉由家好 林陈佑台北报道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 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这大干贝 就有很多像是这20多种的氨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在加分